恰逢今年是澳门回归的25周年 全国政协常委、全国工商联副主席何超雄 在出席2024凤凰湾区财经论坛时表示 25年见证与参与澳门发展全过程 2024凤凰湾区财经论坛首次在珠海恒勤举办 恰逢今年是澳门回归的25周年 回顾25年的发展 全国政协常委、全国工商联副主席何超雄说 他们不只是建房子、建商场 更重要的是未来澳门的旅客提供海陆空联网 家府当年也就是率先打通海陆连接珠三角 到1994年澳门国际机场建成时 我作为澳门航空公司首届董事局成员 也轻声走在跑道上 那一刻的骄傲我迎然历历在目的回归后 我所带领的企业新的集团 积极投资建设推动澳门城市规划建设 以及经济架构的改革 他说澳门的经验为恒勤的发展做模范 而恒勤也是澳门的后花园 澳门平台加国际资源加恒勤空间加成果共享的产业联动发展模式 在恒勤得到有效实践 并在最大程度上放大分工效益 规模效应发挥好月澳的比较优势 中国旅游集团董事总经理范云军在论坛发表主旨演讲时表示 如今游发展水平是衡量一个区域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标志之一 目前大湾区的发展出具规模 但从客源结构 人均消费的国际化水平和世界知名湾区相比还有差异 今年免签政策持续扩容 将给大湾区带来难得机遇 大湾区以服务越港和内地游客为主 从核心城市的对比来看 2023年我们香港海外游客的消费占比是32% 而东京是38% 旧金山是53% 那我们香港海外游客的人均消费是7000多块钱 那么远低于东京的18573元和旧金山的16426元 那今年以来免签政策持续扩容 必然会大湾区带来难得的机遇 另外澳门中国企业协会的会长福建国在论坛上表示 粤港澳拥有各自的优势 依托区域内良好的发展基础 背靠国内广阔的市场叠加港澳国际化平台的优势 那么深入探索创新 发挥3D的协同和一体优势 有利于3D融合高质量发展 通行卫视张霄同虎李廷生 珠海恒星报道